午後北部熱隊流旺盛 好大宇宙成雙北傳出煙水災情 各地交通大受影響 台北股市今天大點一百二十七點 動能表現不佳 不少大戶跟中十戶認為 租稅負擔過重 降低投資人投資台股意願 全身百分之八十燒燙傷 十九歲的旅行大學生 今天凌晨宣告不治 成為第九位罹難者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說 希望推動夜市碗盤統一 交給洗碗機來清醒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 七月二十三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今天中午過後 北部地區熱隊流旺盛 一場十雨量突破一百毫米的豪大雨 造成了新北的板橋三重 台北市的大同中山 還有士林區都傳出了淹水災情 各地交通是大受影響 還有大樓地下室牆壁破了個洞 大量的雨水灌進地下停車場 午後台北突然降下好大雨 雙北部長地區都傳出淹水災情 發布一級淹水警戒新北三重 陸上積水淹到店家門口 店員拿著哨把守在外頭 就怕一個不注意水就灌進店家裡面 而在台北市更有一百四三處發生淹水情形 其中大同學情況特別慘重 淹到小腿高度的積水 沖進路旁店家 為了趕緊善後 許多生意人乾脆把鐵門拉下 停止對外移業 在重慶北路三段與九群街口一帶 有機車因為淹水而倒在路邊 有民眾就質疑 天災之外 背後恐怕還有人禍的因素 可能就是之前人行道也有整修過 對啊 那個沒有處理好 氣象局表示 這次雨勢來勢洶洶 主要是受到樂隊流的影響 部分地區食雨量 甚至突破了一百毫米 今天下午一兩點之間 也就是大臺北上空 降雨強度最強的時候 那我們觀察到在大同區 還有士林區 以及三重板橋的雨勢是最大的 到了下午三點 雨勢終於緩和下來 路面積水幾乎退去 淹水警戒也陸續解除 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統計 截至下午三點三十分為止 一共有五件路數 一百四三處淹水及三十五件 民生基礎設施發生災情 記者綜合報導 臺北股市今天中場大跌了一百二十七點 收在八千七百九十一點 最近臺股表現不佳 券商工會把矛頭指向是正所稅 認為是拖累臺股的元兇 希望政府能夠廢除 金管會今天下午公布大戶問卷調查報告 結果顯示不少大戶跟中石戶都認為 租稅負擔過重是降低投資人 投資臺股的意願之一 臺股一早開盤就小幅下挫五十七點 盤中海一度大跌一百六十六點 而其中半導體光電類股等成了重災區 跌幅最高來到四點五趴 臺股一片綠油油 收在八千七百九十一點 下跌一百二十七點 成交量一千零一十一億 臺股碰到點小感冒特別嚴重 因為體質越來越差 我們這個市場上面是一種貧血的市場 現行這索稅課稅對象以IPO行貴為主 針對交易金額十億的大戶條款 則延到民國一百零七年才開始課 另外課稅規定股票獲利所得 則併入重索稅最高課四十五趴 另外超過五千元的股利 還要課兩趴的補充保費 券商工會認為這索稅實在太嚴苛 導致臺股量能萎縮 為此儘管會特別針對投資人 進行抽樣問卷調查 發現不少大戶與中時戶 甚至散戶都認為租稅負擔過重 是影響臺股投資的重大因素之一 也不能把股市的發展 歸咎於說單一因素 不可否認不可否認 稅是很重要的因素 上市上規公司是沒有課的 把證書稅廢掉 股市會上漲多少 因為現在沒有課 所以廢掉它根本也沒影響 對於近期臺股表現疲弱 財政部有不同的見解 財政部長張聖河表示 稅制並非唯一因素 台股表現了好壞的 從基本面看 近期國內經濟體質不好 即使證書稅廢除 台股也難有好表現 記者黃立委 蔣龍翔 台北報導 八仙承包意外 又多了一位罹難者 是全身有百分之八十燒燙傷 十九歲的女性大學生 他因為嚴重的細菌感染 引發敗血症 在今天凌晨三點零三分 宣告不治 成為第九名的罹難者 由於傷勢嚴重呢 家屬決定捐出 唯一可用的眼角膜 開朗的笑容 手裡拿著朋友們送的花束 他是今年十九歲 八仙承包傷者女性大學生 全身百分之八十 遭到三到四度的燒燙傷 送到林口長庚後 就一直插管 期間還經過六次輕創手術 但沒想到四天前 開始出現血壓不穩 加上感染無法控制 家屬不忍心 孩子受苦 決定採安寧療戶 在今天凌晨三點多 因為多重器官衰竭 敗血性休課宣告不治 呂姓大學生在晨暴受傷後 朋友特地為他成立 加油祈福臉書專頁 呂媽媽還在上頭留言說 今天看到你痛得打滾 真的很不好受 辛苦了 讓你受折磨了 我們只能一直守護在你身邊 你要自己忍耐撐過每一刻 沒想到還是無法挽救寶貴的生命 積極的幫他做了六次 包括筋膜切開跟青瘡的手術 但是他的深度是最深的 特別是雙下肢 雖然積極的青瘡 他還是有感染的現象 然後這個感染就 後面就演變成是敗血症了 家屬帶他同意器官捐贈 不過因為敗血症關係 最後只能捐出眼角膜 疑愛人間 根據衛福部最新統計 八千城堡還有三百四十三名患者住院治療 其中兩百一十三人在加護病房 一百六十二人病危 臺灣大學今年第一次辦理希望入學方案 由全國高中推薦府和弱勢資格 資質優秀以及公共服務等三大條件的學生 錄取名額總共有十位 其中一名學生是高雄氣爆的受災戶 鳳山高中的曾博勳 他今年如願地進入台大的法律系 希望未來能夠貢獻所長 幫助更多弱勢的民眾 民國九十五年曾博勳十歲 就開始接受中華浦門 慈幼慈善會的資助與關懷 從那之後只要有時間 曾博勳就會回中華浦門當志工 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我覺得就是一種回饋吧 就是我今天是我受人家的幫助 那我就是回饋到這社會 回饋給比我狀況更不好的 家庭跟孩子 他就到辦公室幫我們 譬如說資料的整理 或者是辦公室的整理 上個月從鳳山高中畢業的 曾博勳是高雄氣爆的受災戶 從小父母離異 由媽媽一人照顧他和妹妹 今年是臺灣大學第一次 辦理希望入學方案 鳳山高中的曾博勳 是實名錄取者的其中一位 他是要獎勵比較弱勢的協生 就是低收入戶 第二個這個協生必須要有一些利他的精神 這次的臺大的希望入學 他就是一個機會 遇到機會來臨 你就不要錯過他 你就要去掌握每一個機會 如願進入第一志願台大法律系 曾博勳非常興奮 想起氣爆災民求償無門 又看到家族長輩官司纏送多年 曾博勳一直說要努力學習 因為他要更進一步貢獻所學 去幫助社會上更弱勢的人 記者李慧宜 陳顯坤 高雄報導 陸客玩空拍機竟然撞上了101大樓 震驚社會 今天下午行政院舉行跨部門的會議 決定未來要比照美國 針對25公斤以上 商業用的空拍機都必須要求要購買登記 還有操作執照 至於25公斤以下的自用機 則是讓地方政府自訂使用的範圍 空拍機飛在150公尺的高度 一頭撞上台北101 還有空拍機就墜落在嵩山機場的跑道頭 這種越來越多人玩的新科技 該怎麼規範 行政院開會定調 未來一定重量以上的商業用途空拍機 購買時必須登記 操作人員得有執照 至於輕型的自用空拍機 則由地方政府自訂使用區域 以美國來講 歐盟來講 都是以25公斤作為一個切割 以下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Lens 他就是宜樂用新的這個模型機 這一塊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授權地方來做一個處理 民航局表示 美國是以25公斤為界限 臺灣是不是比照 將邀集地方政府來延商 九月前訂出規範 不過到目前為止 發生墜毀意外的 都是不到兩公斤的小型機 等於未來這些機型 還是不必登記 空拍專家認為不太合理 登記制度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萬一你真的是 有遺失的狀況很容易找得到 第二個就是說萬一出事的時候 也可以追溯得到 就好像買車領牌一樣的意思啦 專家建議除了不分重量 全面採取登記制 空拍機也可以像這樣 臨近飛航限高驅使會自動限制高度 政府應該直接要求業者進口前必須完成設定 甚至規定玩家必須買保險 才能達到管制的目的 記者 郭俊玲 台北報導 中國大陸中央電視臺最近播出了軍演畫面 出現類似我國總統府的建築物 有專家研判主要就是要模擬攻臺 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而國防部則是批評說 這樣的設計呢 具有針對性 那麼是否會影響明年 臺灣的總統大選呢 學者認為具有警告意味 但是不至於會有影響 中國大陸中央電視臺 最近播出一系列專題報導 軍事演習的畫面上 出現一棟紅白相間的大型建築物 高度與我國總統府相似 中國大陸專家研判 軍演主要就是模擬攻臺 意味著要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陸委會呼籲對岸要以具體行動 展現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的善意 國防部則批評 軍演的情形設計有針對性 在兩岸關係和緩 加上國民兩黨都敲定總統候選人的 這個時刻 軍演實際敏感 民進黨認為每逢臺灣大選 中共都以軍事威脅 想要影響選舉 最後都得到反效果 是不是衝著總統大選而來 選者分析的確具有警告意味 但中國大陸從不放棄武力翻臺 因此不至於影響總統大選 在這個時間點特別放出來就是說希望能夠影響臺灣的選舉 讓臺灣的選民不要支持所有的民進黨 不過另外一個程度是說它更重要是針對內部 因為它要展現解放軍在這個對台政策上面的一個利益跟角色 第二個呢它希望能夠壓制大陸內部的民族主義的情緒 也有學者提醒對岸一直採取核戰兩右的策略 和平的同時也不放棄武力翻臺 但不管是誰勝選都必須遵守九二共識 對岸領導人從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到現在的習近平 隨著掌握的資源越多 對臺灣的政策軟得更軟 硬得更硬 給臺灣資源的同時 國際上的圍堵也比以前還要硬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在獲得國民黨提名之後呢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下鄉行程 第一站呢就從故鄉台中後裏出發 還特別呢回到當年父親工作的月媒堂場 而面對民調落後對手蔡英文二十個百分點 還有呢小叔給可能參選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洪秀柱呢今天再度強調自己只有更加努力 他也說未來的參選之路就像國軍的天堂路一樣 回到故鄉台中後裏國民黨總統參選洪秀柱特別用台語問候 才剛獲得國民黨正式提名下鄉的第一站選擇從當年父親工作的地點 月媒堂場出發 這裡不只有甜蜜的童年回憶也是發生家庭變故的地點 心情雖然複雜但面對未來的參選之路 黃秀柱形容是國軍的天堂路 起步就很難 就好像在走天堂路 他是個非常辛苦的道路 需要更堅定的意志努力向前 黃秀柱信心滿滿要走完天堂路 面對有平面媒體民調顯示 對手蔡英文要要領先自己超過二十個百分點 還想輸給可能參選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黃秀柱強調 雖然蔡英文選得輕鬆 自己只有更努力 人家準備了很久 我們剛剛才開始不太久 這個是事實 我們仍要面對事實 不可以自我吹噓 面對事實就是我們準備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要特別的加油 每一個點都是我們要爭取的 紅秀柱從台中出發 蔡英文這一天也來台中跑行程 互別苗頭意味濃厚 藍綠在中臺灣拼場也宣告二零一六總統大選 選戰正式開打 記得台中綜合報導 好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呢 今天也走訪了中臺灣 特別到藍營執政的苗栗縣 跟客家鄉親座談 其中呢最特別的是這場座談會的主持人 是國民黨籍的苗栗市長邱秉坤 外界認為頗有霸狀意味 國民黨正式提名 紅秀柱參選總統後 下鄉第一站就來到台中 蔡英文也恰巧安排台中敗會行程 雙方較勁意味濃厚 蔡英文下午是前往台中 拜訪聲障發明家劉大潭 劉大潭雖然行動不便 但有許多研究發明獲得國內外大獎 還創業生產這些專利設計 蔡英文肯定劉大潭的努力 也表示未來如果當選 政府將對中小企業給予更大幫助 而蔡英文上午則示到苗栗市和客家鄉親座談 焦點放在藍營執政的苗栗財政問題 蔡英文說希望中央協助地方解決難關 未來如果能夠當選 他會以開源截流方式控管中央 與地方的財政次次不再惡化 我們臺灣的財政將沒有錢留給我們未來的時代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警訊 那苗栗線這次發生的財務的困難 其實也給整個臺灣人一個很大的警訊說 我們是不是錢沒有花在刀口上 另外座談會的主持人也很特別 他是國民黨籍的苗栗市長邱炳坤 來者是客 而且我們沒有批評長官的權利 但是我們有選擇的權利 就是這樣子嘛 那至於說黨紀 黨紀要於黨紀 我會像對黨的觀念會比較淡薄 雖然邱炳坤沒有為蔡英文喊動算 也還沒有決定最後支持對象 不過蔡英文這個行程 邱炳坤全程陪同 已經留給外界不少想像空間 記者張熊 陳保羅 SNG小組 臺中苗栗報導 從明年四月開始 臺北市政府將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 甚至市長柯文哲 還希望能夠在夜市推動碗盤 統一規格 並且交由這個洗碗機來清洗 不只兼顧環保 還能夠走向更文明的社會 臺北市禁用一次性餐具 傳去有市府餐廳抱怨增加不便 不過市長柯文哲說 他反對用杯水 保麗龍和紙碗 未來原則上禁止 如果非得使用 要另定計價方式 甚至還想仿效南韓 將夜市的碗盤統一規格 推動洗碗機統一洗碗的政策 就比較容易 這是市里夜市擁有的大型洗碗機 一台三百九十萬 和市府提供專洗攤商的碗盤 而且碗盤就是同一大小 一天能洗兩百箱的餐具 雖然每個月的洗碗費 比一次性餐具貴了那麼一點點 但店家都願意配合 推廣夜市洗碗機政策 市府正在和寧夏夜市討論 只是每個攤位賣的東西不同 碗盤需求也不同 自治會認為還是需要有配套 他們就願意配合 如果要做統一的清洗的話 那勢必這個要做同心的統計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你那個清洗的那個堆放 那需要有相對的一些空間 而柯文哲也強調 台北市要走向文明社會 明年四月市府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 八月份就要推廣到市府 所有公務機關 都要全面禁止 記者以求謝祈文 台北報導 墾丁野放梅花路賦予成功 而在上個禮拜 有遊客到墾丁的設頂公園踏青 在停車場看見了梅花路 興奮的拿起了手機要錄影的時候 竟然被奔馳的公路 給撞擊擦傷流血 雖然傷勢並不嚴重 不過卻是墾丁國家公園 首度發生遊客被小路亂撞的案例 民眾興奮拿起手機拍攝 因為停車場角落出現梅花路 只是鏡頭還沒拍清楚 梅花路就因為被狗追突然衝上來 來了來了 梅花路從拍攝者面前飛奔而過 卻把一旁的國中二年級學生撞飛 學生重重摔了一跤 身上多處擦傷 送衣後縫了好幾針 過去墾丁國家公園 因為富裕野放梅花路 陸群大增 就曾發生過多次流浪狗追梅花路的狀況 這回首度因此撞到人 但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認為 只是單一事件會用保險賠償遊客 啃管處認為野放梅花路就是要恢復自然生態 不必因為傷人事件多做管制 但過去有路被流浪狗追到跳海 也有一次被咬死 啃管處除了打算減少國家公園內流浪狗 也要對梅花路進行劫獄 並且在滿洲成立生態園區 把部分路群集中到園區裡 減少跟居民遊客的衝突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今天上午舉行記者會指出 麥當勞從前年開始 宣稱早餐使用的雞蛋都是福利雞蛋 不過其實卻在今年偷偷地改為格子龍雞蛋 欺騙消費者 另外其中一家蛋商所收購的 雞蛋還在去年被衛生局檢出 不得使用的抗生素 不過呢 麥當勞今天下午回應表示 所使用的雞蛋動物用藥的殘留 都符合政府的法令規定 小小的格子龍裡關了三四隻雞 不但翅膀無法伸展 也因為空間太小 讓母雞互相踩踏 身心緊迫 沒辦法生出健康的蛋 這是動物社會研究會所公布的影片 他們指稱二零一三年八月麥當勞 在宣傳刊物中 宣稱使用的雞蛋 來自符合歐盟規範的食安牧場 但沒想到卻在今年偷偷改為格子龍雞蛋 不但虐待蛋機還欺騙消費者 麥當勞一邊打著他關懷癌症兒童 可是一邊他去賣這種不健康的藥殘蛋給消費者 我們想問麥當勞 你真的在乎消費者的健康嗎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表示 麥當勞全球有三萬三千五百個銷售點 每天販售蛋奶製品給近七千萬名消費者 但英國荷蘭的銷售點都已經採用福利蛋 紐澳也先後宣布將於明後年停用格子龍雞蛋 沒想到一天約使用八萬顆蛋的台灣麥當勞 卻在去年悄悄改用格子龍蛋機廠 福鼎食品和食安行的蛋 其中食安行收購的雞蛋 還在去年遭衛生局檢出不得使用的佛甲黃綠莓素殘留 面對民間團體的質疑 台灣麥當勞表示 現在餐廳所使用的雞蛋 動物用藥殘留都符合政府法定的規範 針對台灣市場供應量低於百分之三的動物福利雞蛋 麥當勞會持續傾聽各界專家學者的意見 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記者物有儀林國皇台北報導 美國著名的里萊藥藥廠公布最新的阿斯海莫症藥物臨床實驗結果 研究團隊宣稱越早服用這款實驗藥物 越能夠延緩惡化 不過有學者認為 這項研究頂多證明統計學上的相關性 那麼藥玉是否有療效呢 還很難定論 俗稱老人失智症的阿斯海莫症 被發現到今天超過一百年 對於病因乃至於治療方法 醫學界百家爭鳴莫衷一事 但有專家認為 病情輕重和患者腦部的 纖維狀類蛋白質斑塊成績有關 總部是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里萊藥藥廠 是研發生產瘦肉精萊克多巴胺 抗憂鬱藥物百憂結等藥品的知名業者 根據美東時間22號發表的最新結果 參與實驗的1322名輕度阿斯海莫症患者 被分成兩組 一組從一開始就服用實驗藥物 另一組則等了約兩年才開始服藥 結果發現早服藥的一組 延緩症狀效果顯著 不過除了藥廠在書面聲明中指出 目前僅止於所謂統計學上的顯著相關 也有許多專家持保留態度 法新社的報導指出 這項實驗的最終結論 還要等一年半才會出爐 同時藥物的風險評估也不得而知 因此距離真正造福阿斯海莫症患者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徐佳仁報導 法國下一月通過新的能源法案 目標是在二零五零年要將全國能源的 總消耗量減半 也要降低對核電的依賴 預計在十年之內 把核電佔全國電力的比例降到百分之五十 法國是核電大國 全國的能源中百分之七十五來自核電 下一院二十二號通過的新法案 打算在未來十年內 把核電比例降到百分之五十 降低對核能的依賴 是歐蘭德總統二零一二年選戰的主要政見之一 本案在左派社會黨聯盟站多數席次的國民議會 也就是下議院順利通過 但保守派為主的在野黨持反對意見 認為目前運轉中的五十八座核能反應爐 要在十年間關閉二十座以上是不合實際的 同時還會造成解雇勞工 電費上漲等多種後遺症 這份能源新法還規定在二零三零年以前 石化燃料的使用須比二零一二年減少三成 溫室氣體產生量需比一九九零年代減少四成 最終目的是在二零五零年以前達成全國能源總消耗量 比二零一二年減半 另外再生能源則是要逐步提高比重 預計二零三零年佔全國能源組合比例三成以上 為達成這些嚴格目標 法國國會將五年製作一次碳預算 制定各領域的排放上限 去年也已經推出了排碳稅 法國巴黎將在今年底主辦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第二十一次締約方會議 希望訂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碳協議 法國在會議前通過這次能源新政策 展現了主辦國的雄心 但接下來如何落實推動還是一大挑戰 記者是會中報導 美國紐約時報廣場二十二號當天聚集了一萬名示威群眾 要求國會否決歐巴馬政府跟伊朗達成的核子協議 舉折阻止伊朗不要相信伊朗等標語的示威群眾 二十二號將紐約時報廣場擠得水泄不通 他們譴責伊朗核子協議威脅以色列及國際安全 要求美國國會否決協議 現場並有多位共和黨重量級人士現身開獎 包括了擔任過三屆紐約州州長的喬治潘塔基 估計這場反對伊朗核子協議的街頭示威吸引了大約一萬人參加 右翼的猶太團體和基督福音教會團體更是大動員 國會預計將在九月十七號進行表決 在此之前有六十天的法案審查期 以國務卿凱瑞為首 能源部長與財政部長在內等官員 二十二號也分別前往國會與參眾兩院的議員進行閉門會議 說明這項協議的扭轉中東戰事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二十三號將舉行聽證會 屆時行政於立法陣營 預料將會有一場激烈的交鋒 而除了國內反對聲浪震天尬想之外 美國還得面對中東地區友邦與戰略夥伴的質疑 為此國防部長卡特這星期風塵樸樸地走訪以色列 約旦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 重申美國對他們的安全承諾 記者王惠文這裡報導 古蘭經是伊斯蘭的最高經典 英國博明罕大學有一份存放了將近百年的古蘭經文 而在經過鑑定之後發現有一千三百七十年的歷史 應該是目前已知歷史最悠久的古蘭經 那麼抄寫者很有可能是穆罕默德的朋友 這兩頁羊皮手稿和一些中東書籍跟檔案 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一直都存放在英國 博明罕大學的圖書館裡無人聞問 直到該校愛民博士生仔細看過這些手稿後 決定拿去做放射性探鑑定 卻驚人的發現這份古蘭經手稿 距今約有一千三百七十年的歷史 應該是目前已知歷史最古老的古蘭經文 這份手稿以阿拉伯語早期的書寫題赫加迪寫聲 顯示手稿最早應該來自於阿拉伯西邊 放射性探鑑定這份手稿的可能時間 在西元五六八年到六四五年間 不僅博明罕大學相當驕傲 對全球的穆斯林而言 更是首屈一指的珍寶 伊斯蘭創始人穆罕默德獲得天啟 而開始傳授古蘭經 這個過程從西元六一零年開始 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的西元六三二年 古蘭經最終成為伊斯蘭的經典 專家指出寫下這份手稿的人 極有可能和先知穆罕默德 活在同一個時間 對穆罕默德非常了解 甚至可能見過他 聽過他傳道也可能是朋友 但這些都只是推測 這份珍貴的古蘭經手稿 十月二號到二十五號 將在博明罕大學公開展示 記者居然前報導 遭到逮捕之後呢 被軟禁四年多的中國異議分子 藝術家艾未未 終於拿回了北京政府扣留的護照 將可以參加九月份在英國舉辦的各展 艾未未二十二號在推特 PO出這張照片 證實她已經拿到 被北京政府扣留四年多的護照 艾未未表示 大陸入出境管理局的公安 周三上午打電話給她 請她去領回護照 公安歸還護照時 並沒有提出特別的要求或警告 艾未未說 她不知道為何中國政府會這麼做 不過她相信 如果北京當局同意讓她出國 也會讓她回國 艾未未說 她第一個想去的國家是德國 因為要去做健康檢查 順便看看已經在柏林待了十一個月的兒子 英國媒體則報導 艾未未將於九月份到倫敦皇家藝術學院 出席她在英國的首次大型個展 這項回顧展從九月三十號起 一直展出到十二月十三號 將展出艾未未自一九九三年以後的作品 皇家藝術學院藝術總監 同時也是艾未未特展的共同策劃人馬羅 證實艾未未將會現身 目前特展的裝置工作即將完成 外界揣測 十月份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將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之妖 到英國進行國事訪問 如果艾未未無法出席特展 將可能引發媒體負面報導 這很有可能就是艾未未突然重獲自由的原因 艾未未是在2011年遭北京逮捕 秘密監禁八十一天後沒收護照 並持續在家軟禁四年多 當時有關當局沒有提出任何理由 隨後則指控他逃稅 需繳罰款一千五百萬人民幣 艾未未駁斥 這是為了報復他批評政府的壓迫手段 記者曾惠民報導 好 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要來看的是台南市長賴清德 沒有進議會已經將近兩百天了 今天五黨籍的議員曾順良 在質詢的時候看到了空蕩蕩的官員席 非常火大 結果他率領了將近三百位的民眾 衝到了市長室 怒嗆賴清德 不敢進議會 並且還將質詢台搬進了市政府的二樓大廳 台南市議會排定今天上午 進行市政總質詢 輪到首位五黨籍的市議員曾順良 因為開議時議場內 並沒有任何的官員 讓曾順良非常的火大 痛批市政府無法無天 因此經過議長李全教同意暫停質詢時間之後 曾順良率領了將近三百位來議會旁聽的民眾 一群人直闖市長室 要當面質詢賴清德 但他那市長賴清德並不在市政府內 最後民眾只能把質詢台搬到市政府的廣場等待 對此台南議長李全教強調尊重每一位議員的質詢方式 而出席全國中小學科展會的賴清德 則是說沒有評論 我們尊重曾順良議員的一個執行方式 我們今天來這裡是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展的頒獎給你 還有公務在身 所以議會的這個事情我們沒有多評論 而面對這場抗議行動 台南警方也嚴陣以待 在見不到市長賴清德之後 一群人也漸漸的離去 所幸沒有爆發激烈的衝突 在市長賴清德以及議長李全教各持己見之下 台南這場輔惠之爭 短期內恐將不會落幕 記者溫正衡台南報導 另外苗栗縣政府發布出薪水 行政院撥款了八億元應急 今天上午陸續匯到了員工的帳戶 至於基線工程款的部分 銀行也將成立了專案融資平臺 希望讓包商可以順利拿到工程款 提款機前擠了好幾個縣府公務員 也看到薪水終於進到戶頭裡 心頭既開心又興奮 等了好久 終於看到存款增加 公務員笑了 直呼太棒了 不過也不免擔心 下個月是不是也會像這個月一樣 會一拖再拖 希望八月份的薪水能夠在我們規定的十號發放 那除非真的沒有錢 那可能我們就要做另外的一個打算 苗栗縣政府財政危機終於有解 縣府同意中央介入財政控管 行政院也提前撥下一般性的補助款八億 專款專用發放薪水和退休金 款項在周三傍晚進入現戶之後 銀行優先辦理 薪水就迅速入帳 只是這個月過關了 下個月是不是可以順利發放 許耀昌也不敢確定 因為錢還是有可能出現缺口 不過中央介入苗栗財政控管機制 有規定款項的第一順位 應該就是人事費 由目前來看 薪資發放今年度都不是問題 另外機械廠商工程款的部分 財政部也協調 營養成立專案融資平臺 提供融資四十二億來解決工程款項 希望讓中小工程包商 也可以拿到該拿的款項 記者林健身賴仕傑苗栗報導 花蓮壽風箱漢象嚴重 原本有充沛水量的黃金鹹養殖園區 也受到了嚴重影響 因為水量不足水溫升高 黃金鹹每天都大量死亡 就連耐命的台灣雕也快要受不了了 估計損失高達上千萬元 走進受風箱的黃金鹹養殖園區 去旁邊的小路上 到處都是死亡的黃金鹹 一旁公寮裡的作業員 每天都要挑出上千斤的死亡鹹殼 形容性在低血 無奈表示這情況 一年比一年還要嚴重 而黃金鹹之所以會大量死亡 主因就是受風箱水產養殖園區附近 已經三個多月沒有下雨 就連一旁的河川都已經乾枯 導致沒有活水引進 只能靠農田水利會定時分區分流 農民的灌溉用水來降溫 除了大量死亡外 更令顯農心痛的是 這些變黑的黃金鹹 因為賣相不好價格狂跌 四百多公頃的養殖戶 目前只剩下兩百五十公頃在運作 收風箱農會強調 不只黃金鹹 就連臺灣雕和貴妃魚 也都出現死亡的情況 目前大約有一百五十公頃的池塘 已經停止養殖 呼籲政府趕緊幫忙興建水道 開發新的水源來降溫 記者文家凱 環聯報導 反課綱的學生團體 昨天下午包圍教育部 展開夜宿行動 原本的靜座活動 要持續到今天下午 不過後來他們認為 教育部沒有正面回應 所以決定要提前撤退 要直接參加 今天晚上在師大副中 舉辦的課綱座談會 到面向教育部的官員 提出訴求 反課綱學生代表 戰成一排 大聲喊出他們 希望撤回黑箱課綱的訴求 從二十二號下午 開始的包圍教育部行動 歷經街頭開獎 和首頁等行動之後 在今天上午宣布結束 我們當場學生 有問他說 次長不是說 不是說要來談嗎 那我們願意在這邊談 我們舞台都設好了 我們願意談 但是他完全沒有做任何回應 所以我們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即使這樣的包圍 再做下去 我們也不會達到 原本包圍的訴求 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學生代表說明 主要是因為 在上午七點半左右 政務次長林思琳 明明有現身會場 卻只透過媒體 向學生喊話 並沒有直接回應訴求 讓大家相當的心寒 有一些學生 他覺得這件事情 他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還是想要 回歸到大家坐下來 在一個適當的場域 大家安靜的 可以溝通的方式 朱鎮表示 官員的回應讓他們覺得 除了媒體的版面之外 根本不會有實質效果 因此決定要保留體力 參加晚上的座談會 希望能和教育部官員 直接對話 但如果教育部仍然不願意 撤回課綱 成員將直接離席 未來還是會繼續的 傳達訴求 記者曹韻張志佳 台北報導 立體婚姻平權 臺北市民政局 在開放同性伴侶 申請護證助記之後 現在將針對民法婚姻 規定一男一女 結合的限制 是否違反了憲法 保障人民自由權 將申請大法官來實現 爭取婚姻平權 十一號同志團體 才再度上街頭 要求修法 針對民法 限制婚姻 採取一男一女的結合 是否違反憲法 保障人民自由和平等權 現在台北市政府 也有質疑 將主動向大法官 申請示現 雖然台北市 已經開放同性伴侶 申請護證助記 但同志能否辦理結婚 在社會上仍有正反意見 因此民政局決定交由大法官 來釐清現在的婚姻法令 是否有違憲 視線文預計下週 會含報給內政部辦理 下一步就看內政部 會不會轉向司法院申請 為了捍衛同志權益 陸續有地方政府也付出行動 二十一號 台中市衛生局 就含文給各醫療院所 解釋醫療法六十三條 手術醫療同意書的簽據 可由法定代理人 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據的法令 明確來定義 同志伴侶也能簽署同意書 儘管被外界認為是一大突破 但部分同志團體還是有疑慮 就算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同性伴侶 但是醫療人員第一個問題還是問說 那父母在不在 有沒有兄弟姐妹 這個其實是我們 我們其實在食物上面 一直會碰上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當然很怕 其實是有醫療糾紛 同志團體認為 關鍵還是在於 同志伴侶身份的問題 有了身份認證 才能讓醫療機構有所判別 同志也才能得到應有的醫療保障 記者 蔡惠玲 劉翰玲台北報導 一般交通事故的現場 常會有熱心民眾想要協助 把傷者給扶起來 不過這樣的做法 很有可能會造成他們的受傷更嚴重 今天有醫師就提醒大家 交通事故受傷的民眾 很有可能脊椎都已經受傷了 如果貿然移動 反而會壓迫到神經 造成癱瘓 甚至是死亡風險 所以在第一時間民眾要先報警 千萬不要隨便移動傷患 三十六歲李小姐坐在輪椅上 手指彎曲無法正常伸展 她在國三時無照騎機車 發生車禍摔倒 鄰居哥哥好心幫她揉緊不放鬆 但當時的救護人員也沒有幫她戴緊套 就匆忙送醫 結果造成脊髓損傷 肩膀以下癱瘓 大家還是急著把我送上單架 所以並沒有就是正確的姿勢躺平 或者是綁固定帶 那到了醫院的時候 才知道後續非常嚴重的傷害 是在我的頸椎 大概三四五節的這個脊椎骨都墜裂了 然後壓迫到裡面的中樞神經阻斷 所以才會影響到現在全身性的癱瘓 醫師表示發生交通事故 或是激烈運動所造成的意外傷害 千萬不可以太熱心的隨便搬移傷者 否則很容易造成二度傷害 輕則骨頭位移 嚴重可能會造成癱瘓或死亡 一般人因為脊椎骨很堅固 所以你搬動的時候 大概沒什麼問題 可是他一旦已經有骨折了 那你這時候搬動的時候 裡面的神經就被壓迫了 這個神經 脊椎神經 如果受到太厲害壓迫就會壞死 那就就會癱瘓 標準救護流程是由專業的醫護人員 測量傷者的受傷狀況 套上頸圈 並將傷者固定在單架上送醫 醫師也提醒 如果民眾不得已 必須將傷者拖出車體外時 最好要維持頭 頸 腰椎一直線 避免壓迫到神經 否則熱心不成 反而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記者 藏雲張志佳 台北報導 台灣開放陸客來台旅遊 已經十三年 有鑑於陸客基線上億元的醫療費用 所以交通部官方局今天宣布 將從十月份開始 要求陸客團要強制投保 旅遊傷害等保險 將可以減少醫院求償 無門還有陸客債留 台灣的糾紛 對業者 旅客還有醫院 都是利多 為了一堵儀隊交接的風采 國父紀念館大廳 擠滿了來台觀光陸客 不過為了保護陸客旅遊的安全 也解決陸客來台期間 頻頻出現積欠醫療費的情況 觀光局規定 今年十月開始陸客來台旅遊 將強制投保旅遊傷害 突發疾病醫療 及善後等的保險 每位陸客團費 大約會多出五十塊人民幣 陸客聽到這個消息 普遍覺得可以接受 我覺得不是多大的問題 市場增加可以接受 但不能過於太多了 就是促進兩岸的交流嘛 觀光局強調 台灣開放陸客來台旅遊 十三年來陸客 已經積欠上億的醫療費 這項新規定 是為了打造更友善的 台灣觀光環境 業者也覺得 新措施上路後 可以有效避免醫院求償無門 陸客在留台灣的糾紛 對業者 旅客或醫院 都許多 透過少少的旅遊費用 保險費用的增加 可以對萬一真的發生的話 這是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的一個措施 很多的那種醫療費用 包括兩岸旅行業 在這個會議外的突發疾病 所產生的一些困擾 其實就可以迎刃而解 不過因為這項措施 只針對團體旅客 自由行旅客沒有強制投保規定 觀光局強調會盡快規劃 將自由行旅客納入規範 健全台灣觀光環境 記者陳嘉欣 陳立峰 台北報導 一個人口外流的老農村 是否註定就要凋零呢 繼續我們要來看的是 位在桃園龍潭的三河村 村民花了十年的時間 打造出一個令人羨慕的慢活社區 成為全國第一個 通過認證的農村再造社區 色澤溫潤且變化多端的窯燒作品 做起來費時又費工 桃園龍潭三河村民用古法建造三河窯 一年來燒搖十二次 每次七百到一千件作品 為的不是賺錢 而是希望透過手作DIY方式 推廣減法概念 減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 降低環境負荷 我們也推動路燈減量 我們三河村每年的路燈都沒有增加 反而很多居民響應這個活動 晚上把路燈熄掉 把路燈熄掉減少光害 主要是孕育更多的生態 相較於一般家法建設原則 三河村顯得特別 走在綠樹成蔭的古道上 全是原始的風貌 看不到任何水泥建設 吃的也是最原始的在地位 常常是現採現炒 簡單樸實卻令人嚮往 十年來三河村民落實減法原則 堅持水泥減量開發減量 用覆舊的想法整理這塊自己生活的土地 成為全國第一個通過認證的農村再造社區 老屋老樹老人老博侃 全成了龍潭三河村最美的風景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 我們都知道肥胖是二十一世紀的流行病 而根據官方最新的調查發現 有四分之一的小朋友 有體重過重以及肥胖的問題 會這麼胖呢 是出在吃太多的高糖高熱量的食物 又缺乏運動 那麼這些胖小孩呢 如果不運動繼續吃的話 長大之後有一半會變成胖大人 到時候呢 會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跟著音樂動動身體扭扭腰 活動一下筋骨 這是目前國小校園中推廣的健康操 希望孩子在讀書之餘 也不忘多運動保持健康 還有學校利用彈力帶 自行研發出改良版的足感舞 雖然只有短短三分鐘 但是整首歌跳完 也足以讓人覺得氣喘吁吁 消耗掉不少卡路里 為什麼校園內這麼積極推廣運動 就是因為現在的孩子生得少 但是胖小孩比例卻是節節升高 根據教育部和國健署調查發現 國小學童已經有近三成 是體重過重或肥胖 身體質量指數BMI超過24以上 如果不減重 有一半的胖小孩 長大以後有機會變成胖大人 增加罹患慢性病的風險 而造成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孩童在飲食上 攝取太多的含糖飲料 餅乾糖果等 高糖高熱量食物 就是出去玩的時候看到會要 會要求 最喜歡吃什麼 最喜歡喔 有可能就雞排吧 小朋友如果過重或肥胖的話 那他這個血脂肪過高 甚至於血糖過高 未來發生像是代謝症候群啊 三高的問題也都比較多 國健署表示過棒的孩童 通常體質能比較差 不僅容易有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等 三高問題也會影響整體學習表現 只要孩子肯運動 他就會身材變好 然後會變高 從一百公分到一百六十公分 這個是很很重要的黃金時期 這是個不錯的運動 可以學就腳力會變更好 就跑步也跑很快 尤其暑假期間 學童飲食比較不受控制 經常買含糖飲料 手搖杯 消暑解渴 更容易增加肥胖機會 因此國健署建議家長 盡量讓孩子在飲食上 少油 少鹽 少糖 不要養成重口味習慣 並每天保持適當運動 這樣才能讓孩子吃得營養又健康 臺灣超馬選手陳彥博去年六月拿下了 波利維亞高原賽的總冠軍之後 原本要繼續挑戰兩場賽事 不過因為當地發生政變 還有恐怖組織威脅而延期 直到上個月到挪威參加一百六十公里的超馬賽 拿下了第二名 今天他舉行反國記者會 他的好朋友網球一姐謝淑偉也到場相挺 二十二歲開始參加超級馬拉松 陳彥博親身體驗極熱與極寒 他跑過冰原 跑過沙漠 也曾在黑暗中賣力向前 挪威一百六十公里non-stop比賽 卻是第一次有那麼深的恐慌與害怕 突然下起大雨 塞到不見也找不到標記 比賽變成了迷航季 短短一點五公里跑了一小時 零下三度撐到檢查站卻開始失溫 看他們消失在我眼前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我再繼續待下去 我就會起圈 你停下來 你現在停下來 你就真的是起圈了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你就再堅持一下吧 放棄的念頭被向前行動打敗 陳彥博拿下第二名自己不是很滿意 專程前來打氣的好友謝淑薇 突然變身像個媽媽般平安慰 相較於其他的馬拉松來講 他的危險性更高 那他也沒有獎金 然後需要很大量的廠商的支持 跟選手的意志力去支持這項賽事這樣 那我覺得我很引他為傲 雖然就是拿第二名我也覺得很可惜 但是非常地了不起 因為你也覺得很可惜啊 好 謝謝 我也覺得很可惜 我了解那種感覺 經驗和技術夠成熟 陳彥博參加賽事難度也提升 就要逼近三十歲 他希望明年能和世界高手平起平坐 以全球四大集地賽世界冠軍為目標 紀元小微沈志明台北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灣地區由於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再配合午後熱對流的作用 因此在中部以北的山區以及大台北地區 都有非常明顯的午後降雨 那其中在大台北地區 像是士林大同以及三重板橋 都有相當驚人的雨量 那最大雨量是在大同區 有高達市域量九十八毫米 未來我們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 那目前的熱帶性低氣壓 是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逐漸向北北溪的方向移動 那逐漸會轉到琉球海域 台灣地區呢 目前是在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所以天氣是較為不穩定的 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預測天氣圖 從圖中可以看到 明天台灣地區由於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 仍然是會有短暫陣雨或雷雨的 那其他地區午後也有短暫雷陣雨的現象 此外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哈羅拉颱風呢 目前是在日本南方海面 那逐漸地往日本以及韓國方向的區域來移動 那預測在週日左右 會到達日本韓國附近 所以要前往日本韓國附近的民眾 要特別留意一下這個颱風的資訊 至於西南風影響一直會到週日左右 所以週日之前呢 大概在中南部地區 以及其他地區 都是會有午後短暫陣雨的情形 以上氣象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去提供 好 繼續來看明天各地的詳細氣溫 南部地區最低溫24度 最高溫33度 午後雷陣雨的情形 東部地區最低溫25度 最高溫33度 外島地區最低溫26度 最高溫31度 好 未來三天天氣呢 北部地區天氣也是比較不穩定的 會有午後的雷震雨情形 而在中部南部地區 天氣也同樣不穩定 東部地區跟外島地區 也是會下個星星 今天新聞最後帶您一起去看看 在中國安徽舉辦的機器人足球賽 感謝您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 前天一名陸客以空拍機拍攝台北101 結果撞擊大樓之後墜毀 上個月松山機場也發現空拍機 墜落在跑道旁邊 空拍機已經明顯危害到飛行安全 行人安全 軍事機密跟個人隱私 政府該如何管制 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解放軍軍演的畫面 其中畫面疑似以中華民國總統府 作為攻擊目標 該如何解讀這段影片的軍事 還有政治意涵 今晚八點有話好說深入分析 重感犯罪現場第12季 今天晚上11點就在公視頻道 本節目 請寫出書中的鐘 這次能全員正解的話 你們今天應該可以活久一點 老師請定陀 這個鐘這個字的意思呢 是穿在裡面的衣服 是內衣的意思 所以呢 它衣服裡面有一個鐘字 只對一個人啊 哇 王煥你發達耶 王煥 還教國文啊 什麼 比較好 一字千金 一起領略 中華文字之美 他們的話就是從頭到尾 他們就是立志到進攻 對 那我們的話可能到高職 決定了進進攻科了 都還在考慮自己 到底要不要做進攻 年輕人的困惑與不滿 產業人士一針見血給了答案 他德國的教育的成功 是在於他的這個專業度很夠 未來的方向就在眼前 但學校應變的腳步等得上嗎 我的天空 我來搶 代表我們現在 一次要把它選擇 以上節目由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贊助播出